突然之間到了晚上十點了 我們都要繼續整理這件事 在開始之前 不要讓手上的東西擾亂 我先把所有東西都扔掉 剛才做的東西不好意思 不用交的 另外我在Variable 我都刪除了剛才所創的Variable 功能都是沒有的 所以這個Document現在是完全空白的 就是03 Music Player 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跟剛才一樣 我就是想這個 Music Player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個音樂的符 跟著另一樣東西 就是我想設定那個 Analog的Pin 很難找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找到 應該是Analog Set Pitch 應該是Analog Set Pitch Analog Set Pitch 對這個 我們就用 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用P-Sum 發聲而已 跟著呢 我們下一件事 就是要做 要預備回我們剛才那首歌 那也是 如果你懶得看的話 你就飛一點點吧 如果你想看看我怎麼做 那你就要看完 但今次做這個音樂 就有少少不同 我們之前做音樂 你看到 我就是逐粒逐粒 叫它播歌 就逐粒逐粒 但這個方法似乎 就不太好 我們用FORLOOK的方法 將每一粒音 因應它不同的速度 來播出來 所以我們要預備的 就是一個 2-Dimensional Array 而這個2-Dimensional Array 為什麼要2-Dimensional呢 就是 第一個Dimensional 就是載著每一粒音 但每一粒音 它有兩個部分 分別就是它的 Frequency 即是哪一個音高 另外就是它的長度 所以第一個Dimensional 就會有很多粒東西 就是整首歌的二十多粒音 而第二個部分 裡面那一層 分別只有兩個Data 就是音高和音高 所以兩個Dimensional 我們在這個Array 就可以開一個新的Array 當然開了這個之後 它原本這個 你可以留下來用也可以 你不用也可以 而且這個名字 它的Default是叫List 所以你在Variables 都會看到List開了 如果你不想叫List 想改一個有意義的名字 你選擇Rename 就可以了 那我就叫做 Melody 你知道 我們一會兒會做Challenge 如果你想準備好 做Challenge的話 你待會這個Melody 可能會叫Melody 一二三 或者你只會用音樂名 現在我做一首 然後我就不做 設定了這個Melody 之後 你當然要放些Array 進去 因為二層 所以我就在Array 再拿到Empty 的Array 這個就是我們最入的Array 有兩件東西 這個 我們就會把它塞進去 然後塞進去 然後塞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首先第一個動作 我先把這個 放進去 這個就塞進去 On Start 如果你想要預備 做Challenge 那當然 你也可以 做這個功能 這個就是Pay Melody 當然 這個不是Pay 這個是Set Set的意思是 就是預備定這首歌 不是Pay Pay是一個For Loops 製造的 這個我把它塞進去 然後一開始 按Start的時候 我就Call 這個Set Melody 這樣做的好處就是 你的歌曲可以打橫擺 不用一條長 好 接著 另外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 就是第二個Dimension 那又放什麼呢 最初這個 我就放一個音 後來這個 就放一個 Duration 就是那個長度 音播放多長 或者節拍 拍子有多長 那我首先 回到Music 這裡 然後我直接放一個 因為第一個音 是So So 我已經放了 So 然後它的長度 就要小心 你可以用 1.5 2.5 不過有時候 做Two Dimensional Array 你一邊是用整數 一邊用小數點 可能會出事 所以我就把 所有的節拍乘大兩盤 就不用小數點 所以1.5我就寫3 明白嗎 0.5我就寫1 1.5 我寫2 我成大兩倍 你可以成大四倍 如果你要做有兩環 那些 那就更加方便 所以第一個 就是3 那我就 放下去了 但因為Empty 你不能放 所以我開定 一格 開定兩格 開到幾格 它就會變成垂直 3格 4格 5格 6格 就變成垂直 小心點 你要跟足我這個程序 否則 它有機會 說你的Data Typer 錯 就長期Error 解決不了 那你就 放在這裏 那我就會 一路 將這個 繼續 調整整整首音樂 那 多數都是2 所以我先設定 2 那以後呢 我就是不停地 那我有 Data Ty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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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這個動作 有點浪費時間 所以我先按一下 那我跟著呢 在這裏 Data Typer 就一直塞下去了 那就有Data Ty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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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그냥 Data Typer Data Typer č Data Typer 選一首自己喜歡的音樂 不 Court 這裏是要更好 V Each 这一段稍后也会用的 我再弄过也很快的 我弄两次吧 这个可以这样做 翻高一点 这样就适合一点 接着又再来过 素化素化素化 接着再来 配合後,順道打擦字 除了這個之後 1,2,3,4 這個就是兩拍的 這個也是兩拍的 答滴滴答滴答答 滴滴答滴答答 跟著 答答滴答答 滴答滴答 哎呀 應該就像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 做好了這個 就不要再試聽 因為我們都還沒弄 我把這個音樂 縮小一點 就放在這裏 這首音樂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做個start start就做完了 最主要做個forever 有loop 現在我們有做個two-dimensional array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用for-loop 來把它 變回一首 即是play到的 music 你都記得 我們首先 就一定要找了 它究竟是有多少顆音 要root 用melody的第一層 就可以get到link 因為第二層 它永遠只有兩個 二的就是 所以在這裏 link of array 我們是 選擇melody 它這裏 不知為何 有個list 我 delete 不用要的 get到link 我剛才也說過 如果link 這個loop 是4 那for-loop 就是loop 0123 所以 要減回1 記住要減回1 我們現在把這個 搬進去 loop的時候 因應melody 有第一個層次 有幾多顆音 減去1 然後就loop 這麼多次 所以有24顆音 它這裏就會loop24次 而這個index loop第一次的時候 就是0 第二次就是1 如此類推 再到23 那就完結了 這個for-loop 它就會再回回 這個for-ever 又再loop多次 所以這首歌 是會不停不停重複播的 那好了 我們要 玩那個play的音 我們首先 要設定一個 新的變數 這個變數 我就是想拿 因為我play的時候 我就在這個array 裡面 拿第一個item出來 然後這個item裡面 有兩件東西 就是逐件拿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東西 塞進一個新的變數 所以我選擇 viewVariable 每一粒node都有 frequency 和duration 所以我叫做node 那設定node 做什麼呢 就是等於 在melody array get value add 一個index 今天拍這個 那我就設定node 等於 透過melody 它又弄了個list 給我 經常很喜歡弄個list 那我這個不等 它經常都弄給我 但這個多餘的 你知道 那add 就不要寫0 就要add index 所以這個for-loop loop 第一次的時候 它就會 這一組array 塞進一個node 所以node 都是一個array 不過這個就是one-dimensional的array 然後當這個for-loop第二次的時候 因為index 已經變了1 它就會將這顆 塞進那個loop 所以每次loop的時候 那個loop 都分別是這些音 有了之後 我們就要設定frequency 和duration 我們先設定frequency 我開一個 叫做 fr eq node 一個new array 叫做frequency 叫做duration 另外呢 我也開了一個新的variable 叫duration 咦 打錯了 duration 這裡把它拆開了 這個duration 我就拿出來 我要設定frequency 和設定duration 記住 這個loop 是一組的one-dimensional array 它的第0就是音 它後面那個就是那個速度 即是歌時值 所以 在這裡 又要用getValueAdd 我呢 就怎樣做 getValue 就是剛剛舉rado准 上面能做的一顆 我呢 我便會有第一件 nove 打 cri 因為這個 1-dimensional array 所以就是拿零 然後理論上,Duration就是用1,這樣就要搞定,就會拿到那顆音的後面那個 但是這裡我講過了,我們想調校速度,所以這裡我們就要MAP 因為for loop是做一個,就會Loop了那麼多顆音 剛才我說不用MAP,是因為MAP很多顆阻礙我們 今次因為用了for loop,所以要簡單一點 我們可以去PINs那裡用MAP,因為現在很夠位 就把MAP放進去 GET了Duration之後,就是這個數字 我就想MAP它做什麼呢? 由0至1023就MAP到100超快 最慢的時候就會慢5倍,扭到盡的時候就很慢 扭到最低的時候又不會快樂扭,起碼都100下 最後就要播歌,播歌的音樂 就是analog pitch 叫做analog pitch 哪個pitch,什麼時值,就放在這裡 當然啦,你也知道了,因為我們這裡設定了frequency和duration Duration都會因為你的analog的數值大小,而決定去速度 所以呢,我們第一個就放一個frequency 而第二個呢,我們就放一個duration 所以,我們就放一個duration 慢一點吧 待會一下,結束了 好煩 咦,努力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問題 我這個mAP呢,不知怎麼我自己用來把這個放一個 放了這個出來 錯的 就是癲了 MAP是应该把PIN 用Analog read PIN 10是用来播声 PIN 0是用来用速度 然后我应该是承大 因为我精神有些问题 这样才合理 要这样拉 应该是这样 我首先拿了它本身的数值 然后将它乘成Analog read 不过是REMAP的 不是由1023就是18-6500 这样就应该是这样 可以加慢一点 这个 最慢 试试最慢 快点 搞定了之后 这部分就完成了 那你就懂得做一个 是用for loop的方法 它会不停地 loop 记住这个forever loop是如何的呢 它这个forever loop 是会走24次 loop完整这个link 之后就完整一次了 但为何这首音乐 完整会再走的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forever 所以如果你 loop完24次 它forever有了24次 好了 那我们接着 就会要你们大家做一个trial 这个都要交的 但是做一个trial 要留意 就是你有机会 是要有几首音乐的 那我现在save了 我以后才告诉你 你会做什么 还有呢 都是了 snapshot 那我把trial 那呢 改了个名字 那就 十分好了 那 听着吧 这个第一set 这个第二set 这个第三set 那你这样散开交上去 都可以的了 或者你压制一个sip 不要压制了 就是散开交 那你今天的challenge 就是要做 最少两首歌的 就是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用回这一首 如果你懒 的话 就会播第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那接着呢 有第二首音乐 就是怎么决定的呢 就是当你按B 这一粒B 它就会播第二首音乐 当你按A键的时候 它就会播第一首音乐 而且可以很迟加 这样教到速度 按A键 就是播第一首音乐 按B键 就是播第二首音乐 这个呢 就是你的challenge 不过这个challenge 你做到的话 是不会拿100分的 那因为呢 我的challenge 还有第二个难度 你可以选择 按A键播一首歌 按B键播一首歌 那就搞定了 就是够拿A的了 但是你想拿100分的话 这个就是难度高一点的challenge 就是呢 当我按B键的时候 应该这么说 你最少要预备三首歌 你可以预备五首都可以 没所谓 但是呢 当你预备了三首歌 当你按B键的时候 它就会下一首歌 再按B键 就会下一首歌 再按B键 就下一首歌 按到它最后一首歌 再按B键呢 它又会回到第一首歌 按A键呢 就是你播第二首歌的时候 按A键 它会变回第一首歌 再按A键 会变回最后一首歌 再按A键 就会变回第二首歌 如此类推 这个就向后 这个就向前选一首歌 最小心三首歌 好了 这个challenge呢 有分难和容易的 不论你选择了 用难的那个做 或者容易的那个做 隨便做一个就可以了 你呢 都要录一条youtube的影片 然后呢 放上youtube 弄一条public link 或者unlist的link 给我 paste到一个text file 连上你的screen capture 和save了的04 这个challenge呢 这样交给我就可以了 那金堂呢 就完了的了 那 challenge呢 如果你是做A键一首 B键一首 这么简单呢 你可以问我的 如果你是挑战难度高的 的话呢 你问我未必会回答你 除非你做到很好 差一点 行不行 那金堂就完了 祝大家愉快了 我给你一个星期就做了 而已 谢谢